钩宝盖 左边这个点 应该向左威胁 注意这个方的 不要小菜肩 横钩 提 钝下粗的 钩的时候快点 这个方向是 向左稍微写点 这个方向写了多点 方向有所变化 横要有弧形 要细 钩要粗 要重一点 钩不可缠 速度稍快 写拖泡盖的时候 一般不要写得太大 太重 以免头重写字 横钩 把盖头 把盖头是在 托把盖的基础上 加一个点 这个点是在中间 是指这个中间的位置 并不是说在横钩的中间 横钩我们看一下 左边 稍微 短点 右边稍微长点 这样子它刚好是在中间 因为它这边有个点 这个同样是向左稍微斜的 这个稍微 方向跟它有所变化 横 要有弧形 要起 后要重 要粗 要短 上面 粗下面 这边 会有一像 左下方斜的 方向 起笔的形态 顿下 过来 好 要靠上 是横钢的间距 不要太远 这个撇在中间 对准上面的点 撇 两个撇要短 靠上 第二个撇 也靠近这边 使这边的空间 减小 纳笔 也有细到粗 对 下边 这边 错位 这个撇 尽量向上考 这边间距小 下面间距要大一点 这边空间小 这边空间大一点 有收有放 这个 狐钩的话 应该是先向右 写行李 然后再向下稍微弧行 它在顿下勾上去 勾到时候 内与而外方 这个点在中间 横隙 要弧行 纳笔 要深感 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